欢迎来到赵李宗市 今年美国大选很有意思 一方面我们可能感觉竞争很激烈 每天都有不断的新闻包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到 似乎对战打得不过瘾 为什么 特朗普总统这边真是活蹦乱跳 天天闹各种腰盒子 而拜登那边几乎是相对比较平静的 当然我们清楚 因为拜登年龄实在是太大了 甚至美国有20%的选民都坚信 拜登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他的这个精力 他的这个体力 不足以让他支撑这场总统选举 但是没办法 谁让讨厌特朗普的人太多了呢 所以很多人都说 拜登很有可能躺赢 就是未来几个月 拜登你什么都不用干 你天天在家待着 愿意发视频 就发个小视频 不愿意发呢 就看看电视新闻就行了 你只要等着你的对手 特朗普不断的出错 11月份自然而然的 你就当上美国总统了 对于大量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讲 虽然知道拜登可能不行 拜登能不能活过 这个四年任期都不一定 但是由于讨厌特朗普 所以选上条狗都比选特朗普强 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就怀念了 说这个希腊旅 为什么不出来选呢 早知道是现在这个情况 希腊旅如果出来选 像四年前那样 跟这个特朗普 好好再打一场选战 是不是民主党 有可能赢得更漂亮一些呢 是的 也可能希腊旅和拜登 参加选举的时机 应当颠倒一下 大家知道吗 美国历史200多年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也有四五十场选战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上一场选战输了的人 很少再参加下一场选战 什么意思 比如说老布什在92年输给了克林顿 他才过了一个任期 结果在96年的时候 老布什没有出来参选 2006年 戈尔输给小布什 2004年的时候呢 戈尔也没有出来参选 甚至2012年 罗姆尼输给了奥巴马之后呢 到2016年 罗姆尼也没有出来参选 也就是说 美国政坛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似乎很守规矩 就是说 在上一场选举中 我输了 那么四年之后 我就自动自觉的 我不参加这个 下一次的党内出选了 我把这个机会 名额让给党内别的人 我不能连续两次 来占据这个机会 这似乎就跟美国宪法修改之前 总统不能连任两届 这个约定俗成一样 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说 你这个参选人上一场输了 你四年后不能再选 但是还真是没有哪位参选人 四年后再来选 大家可能是感觉 一方面你看 我已经是老面孔了 四年前我就输了 我已经浪费了党的一次资源 我四年之后 我确实不太好意思 再浪费党的资源了 另一方面 也真是应该 把这个机会 让给别的人 所以希腊比上一次选了 这一次 他就没有来选 而且拜登那个时候 优势比希腊比强 好歹拜登是副总统 而且从政经验非常丰富 当时本来各方都认为 拜登出来代表民主党 可能性很大 结果在2015年的时候 拜登大儿子患了脑癌 一至半年之后就去世了 这个事对拜登打击很大 以至于让他放弃了 那次总统参选的机会 让希腊里脱颖而出了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 希腊里四年前已经输了一次了 而且那一次是拜登主动放弃机会 让给希腊里的 四年之后拜登说我这次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出来选 我是一个准备了几十年的人 希腊里你上次又输了 所以希腊里他既不好意思 也没有能力来参加这一次的民主党初选 结果就把拜登拱出来 而拜登确实是准备了几十年 年龄越来越大 体力越来越差 精力越来越衰弱 那么拜登能不能躺赢呢 说实话 拜登如果真的躺赢 对美国难道就是个好事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